近期 美国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 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下架了新疆的产品 那么山姆企业呢 也进入中国市场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们一边挣着中国消费者的钱 一边又下架中国的产品 那么这种行为呢 违背了市场规律 也不符合道德准则 必然会遭到中国消费者的强烈抵制 大家都还记得去年H&M集团 抵制新疆棉 那么英特尔公司呢 也致信供应商要求禁用 新疆的人工和产品 但是最终都不得不向中国消费者低头 我们奉劝这些企业 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的爱国热情 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 依法维护正当权益的能力 也不要低估 偷偷摸摸 搞政治操弄 可能带来的恶果 既然在中国做生意 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尊重中国消费者的热情 不要与美国那些政客 同流合污 更不要狼狈为奸 肆意造谣诽谤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们也注意到 近期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在乌鲁木齐 开设展厅建设充电站 加勒夫超市 麦德龙大卖厂 都纷纷推出了新疆产品 购物节 推销新疆的产品 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普遍好评 我还从媒体上注意到 日本零售业巨头 训销集团的会长 刘景正先生表示 在社交问题上 将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指出美方的做法 是逼迫企业向其效忠 它不会参与美方的这种游戏 在此我们提醒 有关外国企业 新疆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强迫劳动 新疆各组群众是勤劳的 新疆的产品质量也是优良的 我奉劝这些企业 要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 不要搁自己身上的肉 去贴美国的脸 我们下期见 는데요 我们下期见